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巴巴拉 最近中國大陸多地不斷傳出民眾 再度感染新冠病毒 廣東東莞市東城街道發布一項 連續8天核酸檢測的通知 引起民眾恐慌 5日晚上 廣東東莞東城街道 在其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 5月6日至13日東城街道核酸檢測安排的通知 即由5月6日至13日 安排連續8天的核酸檢測 有檢測需要的市民 可以去兩間醫院核酸點進行採樣 通知顯示 院檢進檢人員單採費用不高於人民幣13.5元 上述通知經媒體披露後 引起民眾恐慌 擔心強制核酸再度來臨 甚至演變為再度封城 通告也引起網友熱議 買太多了得去付全 還以為是去年的新聞 一看日期 就是昨天發生的 拆了出來又可以怎樣呢? 都是照樣子這樣做 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哎呀 社會組織都宣布這件事過了 你是不是真的不怕做核酸的時候被感染啊? 正常人去做什麼? 不正常的去做害人嗎? 通知登上熱手綁手 被炮光後 東城街道 5月6日 在該篇文章評論區 置頂留言 莫方 這是東城常態法提供的核酸檢測服務 有檢測需要的市民 可以去到民眾核酸點進行採樣 據《大河報》報導 東城街道衛生健康局表示 今次核酸檢測是按照相關規定 為滿足群眾需求 為自願進行核酸檢測人員提供的 非強制性的 今年五一假期 剛剛過了 就有大陸民眾 紛紛在網絡發消息 說自己以染疫、揚尿等話題一度登上 微博熱手綁綁手 其實4月份以來 大陸多地傳出民眾 再度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 多名網友在網絡上 傳自己快測兩條線的照片 表示自己以兩度感染新冠 甚至是全家二約 擔心中國下一波疫情 是不是捲土重來 其中一名江蘇南京女士說 自己和媽媽、男朋友、表妹的男朋友等人 在4月2日開始 先後出現COVID-19徵狀 經快測後都呈陽性 都是第二度感染 距離2022年12月 首度感染有3個多月 而自己兩次感染都適服生理期 抵抗你較弱時更容易被感染 另一名重慶女士就指出 她的丈夫首先被檢測出陽性 是二度感染 但只是肚子和咳嗽 徵狀比第一次輕 自己就被丈夫感染 是首次感染 出現發燒、無力 和喉嚨痛等症狀 兩個兒子也出現輕微發燒和咳嗽 還未做快測 但應該也被感染了 目前請假在家裡沒有上學 另一名廣東民眾就說 自己已進入二陽第三天 有鼻塞、咳嗽、味覺喪失等症狀 但呼吸道症狀比第一次感染輕很多 整體症狀也沒有第一次嚴重 如果之後三個月就離一次疫情 擔心自己的免疫力會受損 心裡很害怕 大陸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 福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 張文華4月20日 在上海出席一場論壇時表示 如果COVID-19病毒發生變異 6個月後會慢慢出現二次感染 一般規模不大 但如果病毒變異有效突破了人體 為對抗前一波病毒而形成的免疫屏障 第二波就會形成感染高峰 另外 一些參加了4月下旬舉辦的上海車展的人士 也爆料 自己感染新冠 其中還有不少是二次感染 值得一提的是 世衛5月5日宣布 COVID-19不再屬於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結合東莞東城街道宣布 安排連續8天核酸檢測的消息 引起大陸網友質疑 在今日頭條相關新聞討論 有網友諷刺說 但凡是我們反對的 他們都要做 很多網友質疑此舉是因為 供應商團的貨保值期快到了 4月中 大陸社交媒體已有流傳一份紅頭文件 題目是關於每週報送境外 返維工作人員核酸檢測情況的通知 內容是山東維芳發布紅頭文件 要求截境外回國者進行中共病毒核酸三日兩檢 核酸檢測陰性後才可以上班 該消息引起一些網民的關注 擔心大範圍強制核酸檢測會捲土重來 通知社說 根據維芳市新冠病毒感染疫情 監測補充方案 要求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 截境外回國後 要進行核酸三日兩檢 核酸檢測陰性後 方可返回工作崗位 4月18日 山東省維芳市 相關部門的一位工作人員對《健康時報》說 這是市內下發的通知 指面向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 主要是按照上級要求做一個內部統計 以防萬一 山東省維芳市 濱海區維健委一名工作人員說 目前濱海區內核酸檢測點 比較少有核酸檢測需求者 可以去到濱海區中醫院進行檢測 當日該新聞就衝上熱手 引起中國網民紛紛熱議 核酸檢測死灰復營了嗎? 上癮了 摸症了 他們還是不捨得去調 如果養了 還要不要隔離送方艙 是不是還想將人運起來全國推行? 根據多間六媒3月14日報導 都提到北京仍然有核酸檢測廳正常運作 北京市潮陽區 徑崇中街上的一座核酸檢測廳 外面張貼著幾個白紙黑字的標示牌 上面寫著核酸檢測 每人一管 免費 對此 北京網友紛紛留言說 確實有 星期六在雍和宮那裡還看見過庭 我們家那邊基本上都沒有了 一直有 家門口公園那邊就有一個 人員流動大的範圍都找得到 北京醫院部 分科室 養老院 出國 學校學生發燒康復 需要確定一下 康復未 這個都需要核酸 中共病毒疫情持續3年期間 中共高層堅持博疫清零政策下 各級官員增傷 採取大規模的核酸檢測 和集中隔離措施 各大城市一度建立暴行15分鐘核酸 採樣圈 實行常化態核酸檢測 不僅人做核酸 動物 植物 海鮮 街做核酸 甚至貨車也要做核酸 中國核酸檢測市場因此迅速擴大 中共衛健委的數據顯示 截至2022年3月尾 中國核酸檢測醫療機構達12,500間 從業者超過144,700 有許多行業因疫情封控破產倒閉之時 中國檢測機構成為最暴力的行業之一 只在2020年度 盛商生物、東方生物、二橋神州、 之江生物等企業的收入同比2019年增幅超過600% 2022年9月 10家核酸檢測上市公司 公布上半年財報 總營收超過485億元人民幣 淨利潤超過162億元 有些公司10天就淨賺1億 增速最猛的是九安醫療 淨利潤增超過27,000%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網站新聞 大紀元記者李韻綜合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亦請大家多多支持 各位觀眾朋友 neo residents 我uj們一人 請請 今次 請 報導 退